电影或小说里常常会描写一些黑帮故事,但真实的黑帮却不太一样,某些程度上甚至更加残酷。 零澳洲机车、俄罗斯战俘在战斗民族活跃的黑帮组织高达5700多个,其中最大的就是连政府都要敬畏三分的战俘。战俘的业务涉及洗黑钱、贩毒、制造恐怖爆炸、国际卖淫、走私军火甚至核武器,他们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货商之一。 非洲的许多小国家、世界拥兵组织,以及亚洲大小黑帮,都会向战俘购购买军火,随着战俘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壮大,他们的势力范围已不再仅限于俄罗斯国内、美国、澳洲、德国等地都已经有所渗透。 意大利黑手党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,意大利西西里岛,一家组为单位。随着19世纪末西西里河南意大利的移民潮,黑手党的势力延伸到了美国东岸和澳洲,一个曾经集中于意大利乡下的黑帮组织,在1950年代后,慢慢转变为了一个从事贩毒、卖淫。 更具国际性的组织,如今,世界许多国家都存在着黑手党的分支,其中意大利的克莫拉是最危险的黑手党组织,他们不仅从事犯罪活动,同时也经营意大利国内的合法商业。 但是在这些商业行为中,他们还是会保露黑帮本色,会透过恐吓对当地的商业组织强行勒索,如果不听从要求,则会采用杀人、放火的方式来进行报复。 香港三合会在香港,大多以三合会来指代当地的黑社会,现在香港有50个左右的三合会组织,最活跃的有10多个,其中包括香港市民熟知的新义安、14K、和胜和、和和桃等。 香港三合会是一个存在历史颇长的华人秘密会社,以前叫做鸿门三合会,最初起源于一个反清复明的爱国组织,鸿门子弟在1911年推翻秦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做过贡献。 近代三合会由于在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维系,已逐渐演变成从事非法活动的集团,以谋取金钱利益,主要通过从事控制卖淫、勒索保护费、高利贷、贩毒、走私香烟,乃至制作和贩卖盗版光盘等谋取经费和利润。 群众帮是肯亚最残暴、最生名狼籍的黑帮,以把受害者斩首而著名,帮会成员有十万人,主要从极库游族中,吸收贫穷的年轻男子。 群众帮成立于上1980年代,最初只是肯亚列古地区,极库游族的,一个村落宗教运动。 起初,他们致力于反殖民统治,并提倡重振及库游族的传统价值观,但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,他们的势力蔓延到了首都内罗币,也渐渐丧失了最初的信仰。 他们操纵政府,也会被政客雇佣去威胁选民,增残忍砍掉对方的头颅,时活跃在澳洲的机车党,不但有国际性的绑派分布,例如地狱天使、恶棍之徒和吉普赛小丑, 还有本土创立的新帮派,例如叛逆者。他们已经透过多元化活动渗入当地社会的合法及非法商业,企业中,叛逆者机车党在全澳共有70多个分布, 约2000名成员,于1969年在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创立,原名为同盟。其徽章由蒙奇,戴帽子的骷髅头,和携有1%的补丁组成。